身体成为他自己的盔甲 过去,现在和未来凝聚成同一股力量 诗众的鞦韆飘到恐怖的高度 人与物的边界线开始模糊 无数的诗人与作家试图将急性焦虑症的症状 用文字描绘下来 这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 许多人误把它当成心脏病发作、中风或其他致命危机 虽然该病不对身体造成长期危害 但对于下一次病情复发的恐惧 会限制人的日常生活 并会病情多次复发 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的人一生中 会至少体验一次急性焦虑症 无论这是你第一次还是第一百次 还是你目睹别人经历它 没人想重复这种经历 即使学习关于它的点点滴滴会使我们不安 但这是必须的 因为阻止它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它 急性焦虑症的本质 是身体面对危险时正常的生理状态 这种生理反应开始于性人核 即大脑内负责处理恐惧的一个区域 性人核感受到恐惧时 它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 从而使身体释放肾上腺素 从而加快心跳和呼吸频率 使血液和氧气更快抵达手臂和腿部肌肉 同时大脑也会接收更多氧气 变得更加警惕和敏捷 当急性焦虑症发作时 这种反应被夸大了 远远超过了危险情况下必要的程度 并使得心脏快速跳动 呼吸沉重或过度换气 血液流动的变化会造成眩晕和手脚麻木 急性焦虑症的症状通常会在十分钟内到达顶峰 随后前额叶皮层将取代性人和刺激周边神经系统 这会刺激大脑释放一种叫已先胆碱的荷尔蒙 才会降低心率并逐渐减缓急性焦虑症 在急性焦虑症发作时 身体对于危险的感知 足够触发我们面对真正威胁时的反应 我们目前还不了解它的成因 环境中的一些线索 会让我们想起过去的创伤性经历 引发急性焦虑症 急性焦虑症是焦虑症的一种 后者还包括创伤后遗症 社交恐惧 强迫症和广泛性焦虑障碍 反复发作的急性焦虑症 频繁担心新的发作 甚至为避免发作而做出的行为改变 都可能导致被诊断为恐慌症 两种主要的恐慌症治疗手段 使用抗抑郁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 CBT 两者的有效率都约为40% 但对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有效的人 不一定对另一种有效 不过 抗抑郁药物有一些副作用 而且50%的人 会在停止服用后复发 认知行为疗法会更加持久 只有20%的复发率 CBT的目的是帮助人们 学习和练习具体的方法 从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 控制与急性焦虑症相关的感觉和想法 CBT从解释急性焦虑症的心理原因开始 然后通过一些设计好呼吸和肌肉练习 来帮助人们有意识地控制呼吸规律 下一步是重构认知 这包括识别和改变在发作中常见的想法 例如 觉得你会停止呼吸 心脏病发作 或者死亡 并且把它们替换成更加确切的想法 下一阶段的治疗 是暴露于通常会引发恐慌症的身体感觉和状况下 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经验来改变这种信念 即这些感觉和情况是危险的 即使在使用认知疗法后 面对发作时采取这些步骤也不容易 但反复练习后 这些方法可以防止和缓解发作 并最终减少生活中的恐慌 在正式治疗之外 许多恐慌者也从CBT旨在传播的信念中找到了解脱 那就是恐惧不会伤害你 但抓住恐惧不放 会加剧恐慌 即使你从未经历过急性焦虑症 了解它也能帮你在自己或别人身上识别它 正确辨别是防止急性焦虑症的第一步 如需了解更多精彩历史 外太空冒险 烧脑哲学 以及刺激身体的各种随机问题的答案 请订阅本频道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